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畫一下水彩 這次究竟畫些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宇宙 宇宙其實很多人都叫我教它畫 但是又很擔心很難畫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它絕對不是一幅難畫的畫 都是屬於入門和很適合初學者去試試玩一下 唯一最難的地方就是中間的濕中濕 大家覺得水份和硬碟比較難控制 所以一會兒的示範裏面 我會step by step做過去 告訴大家究竟怎樣做 還有當中的提示我都會特別強調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玩一下水彩 在示範之前說一些特別要提的工具 希望大家不會買錯 首先就是水彩紙 Archis如果你有畫過水彩 我想你也可能有聽過 但是它不是一個很便宜的水彩紙 很多專業的畫家都會選擇的 我覺得basic也要300g和全面 水彩紙 確實每個人都可以負擔得到 如果你想可以再便宜一點的話 就可以在旺角廣益買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它都是300g 都是全面 都是Archis 它都是中文來的 唯一的分別就是逐張買 逐張選擇 之後就裁你自己想要的尺寸 無論是四開八開 你都可以自己裁 但是你要留意 由於它不是水彩紙 所以你要用瘦紙 去連回四邊的 大家可以快點看我的示範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可以上我Crystal的IG 或者Facebook page 就可以更加更多了 首先就混了顏色 大家剛才也看到是不同層次的藍 現在我就會混一些不同的藍色出來 那我就開始畫了 首先呢 我會先做了那個星球 那桌面會有什麼呢 你看我預備紙巾有時候 都會不小心弄到花 那呢 看看四邊黏了膠紙 這裡也有黏了很幼的膠紙 去到一個三角形的位置 好了 接著呢 我就會先下水 這是清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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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那我呢 就看一看 如果太多水 我會浸淨一點 過程呢 不要太久 一會上色的過程不要太久 那現在呢 其實它有水就行了 你不用做到它很濕 除非你真的畫得很慢 那呢 我就會印乾 那我有毛巾在這裡 那這支水彩筆呢 我下完水之後 我會印乾乾了水分 那接著就開始下 那下第一下呢 可能你都會害怕的 會覺得很鮮的 所以呢 可以由淡做起 那乾了它也會淡一點的 例如你叫我呢 揉幾下先 那其實呢 它自己會有些變化 你不用說 經常都推去啊 想著 這個不動的 其實它會自己化一點點 那其實呢 它自己會 有些變化 你看看 開始有點化了 那接著呢 就下這個 第二種藍色 那我不特別說是什麼藍色 因為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喜歡的藍色 那一邊下的時候呢 是會越來越濃的 顏色越來越濃 所以不要靠太淡 你不要無緣無故 即是點水放下去 它會有一攤水積 只會越來越濃的 那你看到水呢 那些顏料是跟水走的 它不會無緣無故去別的 所以你剛才下水 雖然它沒有顏色 你覺得很安全 但是呢 你也不要說 做到它呢 出世界了 因為呢 到你上色的時候呢 它是跟水走的 那你叫我刻意留一些白的 而且下的時候 都會看一下 會不會 做得太多啊 那呢 變成好像沒有了空間 又不是很好 那我看一下 我想這裡有一點點藍色 我先去洗筆 那我放一些藍色 那我放一些藍色 那我拿好笑的 看我 那我拿一些藍色 那我再抹筆 又放一些 推一些 那我覺得這樣已經足夠了 那我也感覺到 開始光了 那之後呢 我會拿一支 小一點的筆 做黑色的 那你不要這樣 立刻把它放進去 不要點完一坨 這樣放進去 在這裡了記一下 你可以印一下 先試一試感覺 因為第一次 尤其是黑色呢 其實你也會有些害怕的 那我覺得可以再濃一點 我覺得 那你看到這裡想淡一點的 我叫我抹筆 把它推開 它會和 將紙裡面的水分 有一點點整淡的 會溶起來 它慢慢會越來越淺色 還有呢 下筆不要那麼濕 看到我的筆是打側 就不要經常拿筆尖 都會有很多人 會這樣做 或者很害怕 那你便不用害怕 你可以呢 經常都打筆 即是你由大面積去打筆 當然是打筆的 你每次都這樣撩 有時候你捆邊 或者你做細點 你才會這樣 但你就不要全部都細點 因為你看到 其實它都是有一些 深深淺淺大大細細的 怎樣叫我上深一點呢 就肯一點放一些深色下去 讓它自己化 慢慢會化一點 那我看一下呢 這裡好像一條線 我這裡有一張做多一點 其實要自然呢 好像很隨意 是 隨意來說是很不隨意的 就是什麼意思 你是要想的 不是這麼隨意 想都不想就放下去 想都不都放下去呢 其實 人畫畫呢 是有一個習慣 整個擺幾個方向 用幾下手勢 所以那些畫畫 經常都會好似 或者會有規律 這樣 嘩 這裡有一隻蟻 所以就要經常提自己 經常看別人畫畫呢 覺得很隨意 其實 就不是很隨意的 有想過的 那好像兩條線 我把它擺一面 不想它太像一條線 那現在我就會讓它自己去發揮 然後現在做些什麼呢 就是做下面這裡 那這裡呢 我就會再做一個 都是一個濃的顏色的 那這次呢 我想有些不同 我先不下水 我浸這樣 就放了顏料 那會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你要淡一點 一開始 做一個最淡的顏色 不要油光 不要油光 然後可以再加深一點 深深刺濺你自己決定 不過呢 我不會太 就是初流 不要那麼 濃呢 是因為怕你害怕的一落 那其實呢 最終呢 是要加深 因為呢 我的目的之後 我會加 加白呀 用廣告菜寫一些東西上去 那所以呢 那顏色其實是要濃的 要不然呢 又沒有東西看的 那你看到呢 現在那個藍色呢 就算你怎樣加藍呢 它都是 好像很難分得開 那那究竟怎樣做呢 你呢 就可以 下一下 一個橙色下去 下一個橙色下去 下一個橙色下去 那橙和藍呢 是對比色來的 它一撞完就會髒的了 那也都很多人呢 說水彩呢 很喜歡咖啡 都可以的 都可以 都可以咖啡 但是呢 啡就沒有那麼有層次了 如果你 做 用對比色 或者做這個 現在用冷暖對比呢 你看到它的顏色是 濫得來 是有些不同了 有些層次的 深得來 那也都會放一個黑色下去 那我洗一洗筆 放一個黑色 那黑色也是濃的 濃的 因為如果你不夠濃呢 一會加白呢 它不夠明顯的 那如果你想有多深呢 就是你自己決定 我其實也想有少少白色都可以 其實自己決定 那我就將這個做一籠 這樣 好了 那我就會看一下它乾了 那現在呢 兩邊都還沒有乾的 那其實最好就是等一會 就是你不要太快呢 那些人很 很心急啊 就是都還沒乾呢 又走去游其他 那其實顏色呢 水彩 是跟水走的 顏色是跟水走的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這個位還沒乾 你走去游背景呢 那些顏色就會漏來漏去 周圍走 還有也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現在這裡加水 跟著游底色呢 這些水呢 會撞進去裡面 做一塊塊的水積東西 比較難控制一些的 那也都有人會吹光它 其實我平時上課呢 我都會吹光它的 因為始終上課時間 不是說很長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時間呢 我建議你不如等一會 你就不要刻意去吹光它 因為其實 阿律師就是手工紙 其實它是一層一層一層 那些水呢 是一層一層的下去的 如果你吹光它呢 它化得沒那麼漂亮的 那會差一點 你就有得它一層一層吸下去 那你見它現在開始有變化的 剛才你見到很深 或者很濃烈 很害怕的顏色呢 它已經開始淡了 你見到 還有呢 它越化越大的 那究竟它會化多少呢 都是講經驗的 就不是我告訴你 你用什麼筆 手要用什麼力度 怎樣滴水 這個是講不到給你聽 主要都是你自己的經驗 就是現在我這裡呢 就關了冷氣 也都是沒有開風扇 那我就是習慣了 我現在是晚上來的 通常我習慣了晚上這個時候呢 我完了我的工作了 那這裡我已經收了泡了 畫室 那我就會畫畫 那都是 保持著是這樣 用同一隻紙 和差不多的筆 就是我的習慣 那我大概就會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乾了 那我會比較容易控制 所以我建議大家 用水草工具呢 不要經常呢 都 轉工具 如果你初學呢 最好用熟了先 那我有見有人呢 會用白色的廣告彩去做 白色的廣告彩去做 白色的廣告彩 去點 不過呢不要那麼厲害 你不要呢 嘩好濕 這個是廣告彩來的 剛才我說的 Vincent and Newton 那隻 白色的廣告彩 我擠進去 那我其實我會怎麼洗的 有空拿來用 這樣 你放回去的嘛 那你不要呢 混合完馬上就放進去 你先拆走一點 小心點 你見到有一點點了 那用白色會明顯一點 你見到它 有時候馬筆 又拿一些 拿完不要切開 就放進去 要拿走一點 那你見到呢 它化的程度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裡很濕 沒有那麼濕呢 它就不會走得那麼厲害 如果乾了呢 不懂得走一點 不懂得吃 那其實這個 當作一個Rehearsal 這個很小的 蝙蝠而已 這個位置 那現在呢 這個星球已經乾了 乾了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做個背景 那跟剛才的方法一樣的 都是濕中受 即是先下了清水 我才會開始油的 那其實呢 滑水彩呢 如果你有畫過的話 尤其是畫一些 圓形啊 方形啊 譬如建築物啊 那些呢 其實有個問題的 就是 有時候你掛著上色呢 那個形狀會變了 即是畫那樣東西 就是有時候 綑邊綑得不好 或者真的 但是 堅固不會太多的東西 所以 要小心一點 你看我的綑邊呢 我就會小心一點 那通常我 譬如我 當我油在這裡 我的水會油 油 油得低一點 油到低一點的水 那我油到這裡 大概 不過 還有少少顏色 現在呢 那些水有少少顏色 那我 就 分開一下 這樣 好了 現在呢 就 打一切看 看一看 我自己 倒下了少少個頭 我就看一下 有沒有乾到 或者 會不會有些位 下流了水 但是呢 你有水就行了 你不用說整個水湯 我現在呢 都有濕度 但是呢 也有水 但是呢 我就不會濕到整個水湯 可以拿回剛才那些顏色 也可以的 那我開始下了 你看我 但是呢 譬如你這裡下了這樣 下完 你一定要抹 抹一抹 抹一抹 因為呢 很多人就 哇 拼命又拼命又 很緊張 很怕是乾啊 那其實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呢 你的筆呢 沾了一張紙 本身你下了那些水 那呢 然後呢 你又 不斷地點顏色 那這些顏色呢 其實越來越淡 因為那張紙呢 那支筆呢 吸了一張紙的顏色 那它會越來越淡 你看它全部都會化的 因為那些顏色會化的 好了 那接著我又拿一個深一點的藍 那其實要很深的 和它呢 明顯地拉開那個顏色 那我就下 藍色再加橙 其實這個顏色很稠的 你見到我呢 你見到我開始淡 因為呢 將紙 那些水分去了支筆 那你見到我呢 周圍都游下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不想它乾的 我不是 就好像加濕那樣呢 這樣加它 好了那現在呢 我想用一點點紫色 這樣很淡 不要加那麼多水 不要加那麼多水 那我用這邊 這邊比較淡 所以你也要 就是你看我呢 一想到哪個顏色 我就下下去 所以你要分辨到那些顏色 為什麼要做色卡呢 做色卡你就會記得了 不做色卡呢 會忘記了 還有 還有 就是 有一下 你看我剛才 染的橙色呢 我都沒有洗到藍色 即支筆上面的藍色 我就染過去了 那慢慢它會髒的 所以呢 要沒有人清楚 那當然你用完 要洗回那個顏色 但是有時候 就是 忘記了也有可能的 那所以 最好都是 自己去 做一個色卡 那現在呢 我最後會拿黑色 我幾乎直接拿 其實 我幾乎直接拿 那你看我很少修患菌 剛才我說直接拿 是什麼意思呢 是我支筆有少許水 我直接在黑色的格 正常點上去 那你看我沒什麼 怎麼扣 直接這樣就放進去 那這個情況呢 是 你的底部已經有很多水了 其實都濕的 那 避免有水 所以要越來越濃 即是你現在 底部這麼濕 首先你有浸水 然後淺藍色 然後深藍色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張紙是越來越多水 還有呢 如果你後加顏色 在上面 一層就這樣加 是越來越濃的 那另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留意我會加白的 加白 即是我加白色廣告彩 在這裡的表面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底色呢 不夠濃呢 它呢 那個 加白呢 就會 不明顯的了 那所以呢 我就會 刻意地做濃一點 但是當然我知道 初學者呢 是會覺得困難 困難的意思就是 你覺得 這麼濃的顏色呢 你是不敢下的 也都是呢 整天撩來撩去 枝筆又濕來撩 那呢 張紙已經濕了 又下了很多 很多層顏料 接著你再加 又整個水 那它就不斷有水積了 所以呢 你看我現在暫時呢 都是沒有水積的 即是不會有水積的 就算我那邊 剛才我加白呢 它都沒有水積的 那現在這個 你看到加白呢 可能你會很害怕 哇 剛才加這麼多 會不會很厲害啊 你看看乾了之後呢 其實還沒有乾了 它沒有了很多 那其實我要淡淡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一會兒我會寫字的 它乾透之後 那乾透之後 我寫白色的字呢 那星星是不明顯的 因為如果不是 那星星明顯呢 會和我的字呢 就會混合了 那這樣 那現在其實 我不會多手攪它 就由得它 就是很多人很想 收一下水彩 其實 不是不收得 水彩是比較難收一些 那所以呢 我還盡量呢 都不會收它 那現在究竟做些什麼呢 我們都是等它乾的 那現在呢 就等一會 等它自然乾 那現在半乾呢 我就下一些很稠的白色光光彩 我就拿一支很幼的尼龍筆 尼龍筆 尼龍筆就不吸水的 那我其實不用它很吸水 那我就開始點下去 要濃的啊 就是少水 多 廣告彩 那有些聚散啦 你不要排隊 那樣 偶爾呢 我又會再點 你不要呢 染一下顏色呢 無限點 其實它慢慢會淡的嘛 因為它會撒到這一幅畫的水彩的紙筆 那所以呢 你偶爾要再點回廣告彩上去的 要染一下才再點 那呢 接著呢 我就會畫一畫 下面這個 嗯 這個 寫字這個位 就是我在這個三角形 剛才呢 我這裡已經黏了很幼的皺紋膠紙 那其實我是剪幼的 我買不到那麼幼的 所以我自己剪的 那你看到呢 它有一個很銳色的直線在這裡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開始呢 我就會寫一些字上去的 那我 沒有啊 我純粹簽自己的名字而已 就用一些濃一點的白色廣告彩 那你看到是明顯的 我要 有一個衣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